3月23日,美联储为了救世而放大招,宣布开启无限量化宽松的大门。 量化宽松政策俗称开机印钞票,指的是一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、企业债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的资金,同时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经济增长。 针对美联储的宣布,CNBC的分析就说,这代表美联储的印钞行动已经来到新的篇章了,他们承诺无限量的购买国债和MBS证券。 简单来说,美联储为了救世现在是疯狂放水,有多少放多少,开动了印钞机,要多少印多少。 而有分析认为,美联储在昨天开盘之前祭出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、刺激手段,几乎已经打光了他们弹药库当中所有的子弹,只差还没有亲自下场到股市去扫货而已。 但即便是这样,股市依然不买账。 截至当天收盘,道琼斯指数下跌598点,跌幅3.1%,标普跌3%,纳斯达克指数跌0.3%, 美股的反应或许正好说明了投资者们不认为美联储的无限QE能够拯救受到疫情冲击的美国经济。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杀盗,感觉上真的神仙难救。 但是,大马股市呢,今天似乎就没有跟美股同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